《 》 大家在16號開幕之後 有幾個大的版本 可以引發大家的爭議 因為有兩個不同的 截然不同的狀況 一種是 聖者全拿 零和遊戲的 Winner Waves All 另外版本是屬於妥協版 或Power Sharing 就是權力分享的這個版本 雖然權力定於一尊 但是他還是願意跟其他 不反他的判系來進行妥協 而這個妥協是在於 可能他還得需要借重其他有全國性經濟治理 能力跟經驗的人 一定習近平他自己所提拔的這些人馬 全國都是地方的諸侯 權力定於一尊大家都清楚 但是到底權力定於一尊 還要拿多少東西 那個程度可能大概就比較不好拿捏 沒想到是習家軍大勝 過去我們一直在講 中文研究典範轉移的問題 最近幾年來 中文研究面臨了一些挑戰 包括新冠疫情的爆發 美中戰略的競爭 還有一個就是 個性非常鮮明的領導人 在裡頭主導一些事情 畢竟他是一個黑盒子 才能拿去打開 這是更加的正式 我們好像只剩下解釋的份 沒有預測的份 我們大概可以討論一下 就是說 現在看來這個領導團 到底他有沒有糾片的機制 還有他的決策的神音 是不是過於單一 對於未來五年中國政策的走向的影響 會是對於對台政策 或未來兩岸關係 可能會有神難的影響 第一個 政治路線跟市場路線確立的時候 我們就要靠這個政治路線的方針來落實 所以我們從政治報告 從黨當中修復 一直到現在的人事上來 我們很明顯的看到這樣的一個跡象 第二個 從十九大的時候 人事安排我們今天看出來了 這個不是派系的平衡 而是習近平專屬的執政團隊 現在看的更明顯是這樣的一個特徵 第三個 我們可以發現到 未來習近平的因素一定是越來越重要 所以我們對於他的個人的了解 絕對是我們在台灣做中國研究 或是國內做中國研究 一定不可或缺的一個因素 那在用人上面的標準 很明顯的這個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政治中貞跟貫徹命令有限 蔡奇跟李強低端領口的事情 事實上造成的一些負面的影響 可是對於習來講 蔡奇是貫徹命令 符合一個政治標準 那另外理想我們也看到了 上海今年四月上 東城的時候 有造成的那個負面的影響 對於人民的生活 所產生的帶來一個不便利的地方 可是對習來講就是貫徹命令 也符合那個政治標準 會貫徹命令的經濟 所以都被重用 他確實也對於 是屬於他的救護的部分 特別的照顧 所謂叫做我群 我們看到的是 他怎麼去對待他的政敵 也就是他的底群 他是會採取專政的方式去鎮壓掉 那我們在二十大的延遲過程裡 我們看到了有一些所謂的第三個群 叫做他群 像汪洋 像這個李克強 像這個胡春華 他不是路線上面有嚴重衝突的人 那也不是有政治上野心的人 那這些人 在二十大的人士跟路德安排的過程中 我們可以看到全部都出局 人士安排所顯示的結果 我覺得有兩點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那第一個當然就是接班 第二個是政府的根據 我覺得跟政府治理是有關係的 所謂的接班就是說 在強人政治下面 坦白講 權力的遊戲一定變成是平和遊戲 從鄧時代到江時代到胡時代 因為集體領導 權力更強 所以有五年齡化現 那現在全國打破之後 權力都跟那個激烈程度 恐怕是會增加的 在由習近平時代轉入到 後習近平時代的時候 在這個轉變的過程中 風氣最高 第二個問題是治理的問題 因為大家可以想像的 只有習近平圓馬才能夠上去 又強調的要貫徹命令 中國大陸在整個經濟的發展過程當中 其實地方幹部的自主創新 是很重要的一個事情 過去十年下來 全力集中之後 地方創新大概什麼地方 可以預計的是 國家對於社會控制的任何 是進入的加大 經濟技術和食物官僚的弱化 和市場法則的挑戰 我是從這個觀點來看 這個人士的安排 李克強 汪洋 一般都認為 他們還繼續留在常委 結果他沒有在常委會裡面 不是權力鬥爭 而是路線之爭 市場的理念和這個 封城的做法 我認為中共黨內高層是有不同的意見 政治上的權力可能就做一些排除 所以我覺得這次的人士安排 這個背後所反映的這種經濟的意涵 我覺得是值得關注 第二個特色是李強擔任的總理 第一個就是你可以看到他的專業的學識是有限的 第二個封城在上海三個月 這種社會的疏離和挑戰也超越我們想像 第三點我直接覺得說他缺乏中央的力量 從李強的角度來講 他固然個人能力不錯 正表現了政治忠誠 但是缺乏這三項內涵化 他足足以擔任一個有能耐的總理 我認為他是面對挑戰 第二個我為什麼認為 經濟技術官僚的弱化 那你從一個比較觀點來看 郭英陽和李克強在中央層級的力量 甚至說在地方直轄是大省市的力量 那我覺得他們都是比較有完整的勢力 地方上培養出來的是習的人馬 那他足不足以來應對現在這麼激烈的 這個國際形勢的變化 美中的這種這種貿易和這個科技戰略 都是一個重大的挑戰 意思臉就是說政治忠誠是大於市場法則 這個意思形態在看起來是明顯的躲起 那麼社會主義的公正和共同富有的這個 這種形式主義呢 可能會壓抑的這個市場法則的落實 只訴求這個政治上的忠誠 足足以化解中共日益深化的這個經濟危機 我認為是一個非常嚴峻的挑戰 我們看到這個七上八下一個人 年齡規劃一下這個潛規則的一個例外 在周圍裡面就這麼兩個人抄寧了 一個就是外交部長王毅 一個是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宥霞 我們可以看出來這是兩個相對專業的領域 等於是無可期待性的 如果說打破了這樣一個觀點 雖然是一個小破口 可是他對後來以後未來的影響很大 那在這個軍事上對外會不會展現得更為強硬 外交上會不會更為戰狼 也是很值得我們觀察 習近平安排具有實戰經驗的人留在軍委裡面 就是要對外展現出來說 我整個軍隊還是很有戰鬥力的 王毅、張宥霞留在政治局裡面 在對台工作上 我可能就會展現得相對的強硬 我們當然看到這一次有關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市習系的人馬代表習近平 也有在思考所謂一個政治繼承的問題 確保他的政策能夠聯繫下去 常委的排名系列上已經可以看出來 不是在以資歷為主了 因為還是要考慮到職務的分共 所以說李強雖然初次擔任常委 但是因為他是接吳務彥總理 所以說在排序還是排了第二 也打破了這個 國務院總理西柔承任副總理擔任的一個慣例 再來我們就看到這個中紀委書記排名下降 那中紀委第一書記也不再進入政治局了 是不是象徵這個中紀委在這個 我關這個營利打擊法庫方面 這種這樣一個階段性任務暫時的完成 這一次中委205個有70幾個來自地方 政治局新進委員13位當中有8位來自地方 地方的歷練變成一個很重要的支援 總統高層領導方面呢 我提幾個我個人的一些觀點 第一個就是所謂的七上八項 16大行程以來呢 他基本上就是一個慣例或共識 並不是一個剛性的規定 所以最高領導人他如果覺得有需要 他其實是可以允許 允許破例 14大的時候呢 有提出所謂的七十歲化現 可是有一個但書就是說 如果有特殊的工作需要 那是允許破例 所以這件我們也可以看到就是 所謂的張又俠跟王毅兩 講一下就是這個 這個李克強 還有王毅還有胡春華這三個 這三個共同的特色戰感就是 不是習的人馬 另外一個特色就是 都是共性團體陣 他們三個大概就是用 所謂的十六大行程的有限任期制 在政治局加上常委會 如果任期滿三件 那基本上就不能再連任 一個有限任期制 排除了三個非常重要的 非習近平人馬 這次政治局常委會的排序調整 最之前的國務院總理排到第二名 中紀委書記呢 從第六變第七 國務院常務副總理呢 改到他的前面 我們可以解讀為了說 政府的工作呢 獲得更多的重視 我們基本上跟他的權力的含量 一點關係都沒有 這次新任的政治局委員呢 一共有十三個 那副國籍的有兩個 包括王毅跟何立峰 那副委領導呢 有石泰峰 李舒蕾跟陳文青 省級黨委書記呢 加上一個直下市長有七個 那七個就是顯然超過一半 那如果再加上李強 李希 蔡奇陳明爾這些呢 整個政治局裡面的超過一半 其實是中指 這個地方的省委書記 或是直下市的市長執政 那很顯然的 又恢復到以前 江澤民跟胡錦濤時代 地方的省委書記呢 他在向上升遷的時候 他是最具優勢 軍委會裡面呢 比較值得重視的就是 就是這一次還是一樣 兩個軍事將來 去擔任軍委副主席 這已經是從十八屆以來的第三次了 那我覺得之後 可能會形成一個萬例 以習近平這種 這種這個權力獨大 習家軍通吃的一個狀況 組建自己的一個 一個執政團隊 那當然這種有他的好處 就是容易去形成共識 然後讓習近平的意志能夠獲得冠勝 另外一方面就是缺乏有效的制約建築 是一個很嚴重的一個潛在的問題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說沒有接單 我們看到這個政治局常委會跟政治局 甚至在政省戶籍這一階 都沒有接單 非習家軍呢 大家爭相要效忠 可是習家軍裡面呢 我覺得會有激烈的權力鬥爭